几乎我们看过的每一部抗战剧中 都少不了这样的一个镜头 那就是拼刺刀 为什么日军喜欢和中国士兵拼刺刀呢 论武器装备比当时的中国先进 论弹药基数 借用李云龙的一句话说 就是简直腹的流油 既然优势战境 为什么还要选择近距离 肉搏这种危险活呢 其实这里面是大有文章的 抗日战争时期 日本的武器相对于中国的武器来讲 是要先进不少 但是相比欧美一些国家来说也比较落后 比如日军使用的38式步枪 是仿制德国的毛色步枪 而中国士兵使用的步枪 大多数是老套筒和汉阳灶 而这款步枪也是仿制德国 毛色款型的1888式步枪 虽然中日这两种武器各有优点 但是也有不少缺点 其中共同的缺点就是射速较慢 而且容易炸糖和走火 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会伤到自己和其他士兵 而日军使用的38式步枪 由于枪身较长 虽然射程更远 但是威力也并不大 由于步枪穿透力太强 也极有可能会误伤到自己人 所以在战场上一旦到了最后关头 两方都会选择来拼刺刀 再说了拿着长枪 近距离也不便于开枪射击 由于38大概装上刺刀 要比汉阳造长不少 正所谓一寸长一寸强 所以在拼刺刀的时候 如果不是技术过硬 中国士兵是很难占到便宜的 当然日军之所以热衷于拼刺刀 除了上面说的以外 还有以下这些原因 首先在日军步兵操练手册中 就有这样的规定 决定战斗最终胜负的方式 是刺刀突击 既然这一条名却写进了日军 日常操练手册中 拼刺刀就成为了日军必备的信条 其次日本没有经历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钢铁洪流般的洗礼 所以对冲锋枪和自动武器的发展 不够重视 当然日本是一个岛国 资源十分匮乏 假如全部采用冲锋枪 枪之产量和弹药补给 肯定会大打折扣 而拼刺刀 就可以有效减轻 后勤补给的压力 最后 就是日本崇尚的武士道精神了 在日军士兵眼里 白刃战更能体现出 暴力勇敢和战场的血腥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